叮叮 Testing testing 你要全程这样拿 很辛苦哦 OK 好我们开始 欢迎收看黑皮频道 如果你是新来的观众 黑皮在这边跟你好好的自我介绍 我叫陈培勇 今年25岁 是一个完全不会开车 也没有汽车驾照的老青年 开车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 简单不过甚至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对黑皮来说 这是人生的一个坎 一个我一直以来不敢面对 也不敢去好好证实的问题 在我17岁生日后的两天 我做一件人生最疯狂 也是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我偷了爸爸的车钥匙 我偷了他的车来开 然后结果正如你所猜到 就发生车祸了 非常非常恐怖的回忆 每一次我回想起这段回忆 我都会手冒汗 真的 我手脚都会发人 甚至是发抖 到现在其实都还会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我甚至一度连 副驾驶座我都不敢做 而这段回忆也这样子伴随我 到今天 8年了 黑皮身边真的非常非常多人 会问黑皮你都几岁了 蛤 为什么不要考车 蛤你不会驾车啊 你真的没有用啊 之类的等等 而黑皮每一次都会嬉皮笑脸 就简单的带过敷衍带过 哎呀开车很麻烦 搭GRAP更方便了 去哪里都有人在 总之我会用各式各样的答案 回答各式各样的人 直到上几个星期吧 黑皮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 他让我对我内心最深处的恐惧 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 就在大概几个星期前的一个下午吧 倾盆大雨的下午 然后黑皮就叫了一辆GRAP Car 车一道我马上冲上车 我整个人几乎都是湿到丸 一上到车呢 我发现这个司机 他的整个驾驶盘 跟他的汽车的构造 跟一般我遇到的GRAP driver 真的是截然不同 这位司机他的方向盘 上面是有多一个握把 他是这样子开车的 他只用一个手开 而在方向盘的右手边呢 是有多了几个铁 还有几个零件 是一般车没有的 所以他是这样子开车的 然后看着看着我发现 他开车的时候 竟然是完全没有用脚 他脚完全没有动 然后这时候黑皮才留意到我左手边的玻璃镜上 连着一个sticker 原来他是一名OKU 之后呢 我们就在那个路程中开始有聊天 他也开始主动的问黑皮 下雨没有开车 哎怎么样 我就跟他讲 哦 我不会开车 他就啊 你今天几岁 我说二十五 呀 为什么你不会开车 Well As usual 这些问题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竟然很诚实的 也很 很直接 也没有想什么 我就把我的故事 刚好前面跟你们分享的故事 就跟他讲了 然后他听完之后呢 他就笑了 之后 到他跟我分享他的故事 他在阿中 今年大概三十多岁左右 是一名grab driver 但before这份工作之前呢 他其实是在类似像IKEA这样的货舱工作 就在2014年12月31号跨年的那一段时间 大家都在忙着countdown的时候 他的工作特别特别的忙 因为要赶着运输 还有运送一些东西 而就在这么匆忙的状况底下呢 他人就在两楼半那里点算他的货舱 他一个不小心恍神踩空 他从两楼半掉下来 他掉下来那一瞬间呢 他的腰先着地 他的脊椎的中下半段 当场碎裂 完全碎掉 之后他被送去医院 医生一看到他的状况之后呢 觉得只要他能够从病床坐起来 其实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他跟我讲 他当下的感受跟直觉 他只有痛 非常非常的痛 而他之后也试过好几次 他很想要轻生 他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完全没有意思 因为他真的没有办法 像正常人一样去好好生活 他需要被很多很多人照顾 可是阿中告诉我 他很庆幸他有他家人 那段时间他家人就每一天 鼓励着他 然后他也这样奇迹般的 从原本 医生觉得只能从病床坐起来 慢慢的 他可以离开病床 坐轮椅 他可以站起来 他可以拿着拐杖 走路了 而这一切的奇迹 还用了两年的时间 当下阿中是很开朗 也很轻描淡写的 跟我诉说 他怎么度过 其实那个时刻呢 我真的真的有被 阿中的故事给 inspire到的 我是觉得我跟阿中发生的意外 虽然不一样 但是在某个部分 其实是相似的 而他能够用短短的两年时间 好好面对他的问题 然后走过来 那我为什么不可以 所以就在当下 Happy决定 我就要踏出这一步 我要好好面对 这陪伴我八年的坎 所以Happy决定 老子要去考车 Happy希望我可以认真的 去好好面对 去考车的驾照 如果也希望成功之后呢 我可以带着我的汽车驾照 好好地去找阿中 好好地答谢他 跟我分享这一段他的故事 所以Happy决定 明天就直接去报名考车 顺便给国外的朋友 还有一些马来西亚还没有考车的同学 看一看 到底马来西亚现在考车 都在考什么内容 我们stay tune这个影片吧 Good morning 美好的早晨 Happy现在准备去上课了 Let's go Suda Samba Happy刚刚登机完毕啦 因为我也得到了这一本 汽车交通规则书 我的天啊 Hold down 我要再次跟一班一大班中学生一起上课考试里 刚才Happy还遇到一个超气的事情 我遇到一个马来的同学 我们就瞎他聊几句 他就问我 诶 又不安被误闹了 我讲哎呀 他就问我 我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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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在17岁小朋友的夜里 我们25岁已经是马来徒了 我现在很sad啦 真的 奉劝你们 没有事吗 不要这么老在考车 哈哈哈 哟 已经非常非常久没有吃这种龟妹了 哎哟 旁边一位妹子她刚才有跟我拍照 猜她应该也是我等下的同班同学 嗨 嗨 嗨 请问这边可以坐吗 来给你们介绍 这位是我的新同学 哈哈哈 你叫什么名字 哦 我叫Emily Emily 欸Emily 你今天几岁啊 18 18岁 欸 你知道我今天几岁吗 啊不需要知道 哈哈哈 所以大家会跟他一起上课啦 我说天啊都是小朋友 平时有男朋友在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许你考了车过去载男朋友 哈哈哈 OK 所以跑啦 我应该有准备一样回想法啦 哈哈哈哈 好啦 大家继续上课是不允许拍摄的 所以我们六个小时后再见了 掰 就终于结束上半节的课啦 我们现在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哇 不知不觉呢 三个小时就过去 刚刚第一节课里面 学的所有内容 基本上跟motorbike 学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比如说一些开车的tories啦 驾照的种类 区分路牌的形状 颜色还有含义等等等等 这些基本上都算蛮容易 所以我刚刚在里面完全没有打课 所以非常精彩 下一堂课才是整个关键的灵魂啦 因为下一堂课要学的东西 基本上是我完全不会 里面的section啦 acta啦 theories啦 闯后登放了哪一条项目 哪一个规则 总共罚款一共是多少 这些要使劲硬背的东西 我的脑真的是不行 更难更难 我觉得我一定会GG的东西呢 就是这些 汽车零件的种类 名称用途 过一通啊 我又不是修理车的 所以下一堂课呢 我将会当 the very good student 认真听的 就上完课了 坐了六个小时的屁股 真的痛了 拜拜 终于上完这个地表最长的课啦 我应该有准备分OK啦 HAPPY GENING 这个周末把这个温蛋温蛋 烤起来 啊 回到家洗完澡 天啊 现在已经凌晨三点多 然后HAPPY刚发现 原来明天就考温蛋的日子 我竟然还没有读我的天啊 我其实真的真的很怕我会fail 诶朋友 答应我 如果HAPPY明天真的touch会fail的话 你看完这个影片你就悄悄的 反正不要like 不要comment 也不要shake 我真的觉得我会被人家笑死 Please don't love 我们打GoGo 答应啊 距离等下考试 还有几个小时而已 讲真的 这么厚的温蛋温蛋 我觉得是不可能在这几个小时读得完 如果我也很庆幸 我是在2019年考车 哈哈哈哈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可以不用读温蛋 但现在有机会pass HAPPY GENING上温蛋温蛋课的时候 有个18岁19岁的小朋友 就跟我讲 其实现在有很多那种免费的 要算你做考试CD OMG 年代不一样 想到底HAPPY 16岁考bike的时候 根本没有这种鬼东西 你真的只能靠自己 生吞 做这种烂布子那件事 有点一张一张一面一面去读 去做 HAPPY印象中我大概17岁那一年 我同学考车都介于 750到800就考到车 你知道吗 现在 考个车要千二块 千 二 快 WTF HAPPY OK fine 可是他的第二个解释 我觉得蛮合理的 他就有说到 其实在几年前 考车的价钱突然间大飙升 原因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考车不像以前的 现在的考车多了几个项目 其中一个项目呢 就是多了几堂课 让你去学一些汽车的零件 考试也会考到这些 哈哈我听到 青天屁里卡卡卡 跑 你知道我是一个完全不会驾车 也更不可能懂汽车零件 然后你要我考这些Lexy啊 By the way 黑皮刚才提到市面上有很多 这些考文章Test的Apps 对不对 黑皮看过的几个Apps当中 我个人觉得我最推荐的 就是这个KPP Test 这个呢 我是觉得在这么多个Apps当中 最权威 答案最准确 资讯最丰富 那比如说像其他的这个MyDims啊 不要download 我跟你讲 他的题目答案错 我跟你讲 Laps up 同学如果你今天要考文章 对不对 你自己就download 这个KPP Test 那个MyDims 怎么鬼啊 你就送给你讨厌的朋友 哈哈哈哈 好啦好啦 我真的不能聊下去 我要开始做 我真的 我比明天不要 不要 哈哈哈哈 Good morning Let's go 好 好像什么地方 现在是42号 黑皮现在拿到45号 多三个号码 我就要进去死了 我这辈子真的最讨厌考试 我很怕考试 Oh my god 44号 再多一个号码 就要带我进去了 哇 我最初现在很赶了 发白啊 等一下交到号码 马上重新进去考试 考完出来 马上知道生死 到底自己pass还是fail 继续读啊 趁最后的几分钟就读完了 随时挣扎 我真的不敢想象 如果fail 25岁一个老屁股 靠我当来fail 不可以六月攻击我 到我了 Oh my god Aunty我要进去啊 会很多学生fail的 努力加油 啊 嗨 你们也是来考温当的 是 对 我也是来考温当的 哈哈哈哈 你们今天几岁 39 19岁 所以等它到你们了 加油 听说很容易fail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哇 这边很多资料不能看 到底黑皮的成绩是怎么样 Oh my god Lolos Lolos 哈哈哈哈 Woohoo Yeah 第五pass了 耶嘿嘿嘿 所以之后就可以考车了 对对对 我感觉在里面考到流汗 yoo 他也来跟我一起庆祝 哈哈哈 耶 我pass了 我pass了 哈哈哈 我现在心情真的非常非常激动啊 我终于pass了 哈哈哈 而且我真的是刚刚好pass的人啊 哇 43题 非常非常的光荣 跟骄傲 我已经很久没有试过这么high 想当年中学的时候跟你讲 最帅不是你SPM考几个A 而是你考温道A 一次过就pass 哈哈哈 今天是10月4号 这一天对黑皮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今天只要有两件很重要的好事 今天要发生了 第一件事情 黑皮终于迎来人生第一个品牌代言 齁齁齁齁 那除了这件事情以外 还有另外一件也跟这件事情 同样让黑皮非常非常爽的事情 昨天晚上黑皮收到了一通让我睡不着的电话 是黑皮报名考试中心的Auntie 打电话过来 叮叮叮 Auntie会非常兴奋的跟我说 黑皮的L来世 终于弄好叫我明天过来去哪 哈哈 所以10月4号这一天 黑皮将会好好记录 同一天 完成两个我非常非常重要的梦想 陪黑皮一起出发 去圆梦吧 啾 记者发布会终于结束了 在黑皮要马上冲去找Auntie Cindy Auntie 我嗨 嗨 你好 哦呼 回去给你们看 拜拜 拜拜 我们现在 来看我们今天的战力评 哼哼哼 先看这个 哈 哦 美 招 GD Star Ambassador 2020 嘿哟 哦 Oh my god 我真的好可笑吗 从明天开始 黑皮将会一直出国 Hey baby 如果你只要想跟黑皮一起去浪漫的土耳其 去东京或巴黎 都没有问题 哦哈哈 我们继续下一个更重要的开箱 哼哼 把它放在我的纪录部里面 哈哈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国际统纪犯的样子 3 2 1 1 Stop 那说实话 黑皮现在真的内心非常非常的激动 可能有些观众觉得黑皮是智障 明明才拿L来生又不是P 又还不能加成高是个屁啊 而此时此刻黑皮真的真心很想把这份喜悦 还有这份小礼物跟一个人分享 阿中到了阿中到了 哈啰 哈啰阿中 你好 嘿 你好 早安 早安 小心小心小心 呦各位 这位就是我影片开头 一直跟你们提到的阿中啦 哈 大家好 我阿中 終於上我的YouTube頻道了 我終於看到我的偶像了 你真的不太感激了 我們去找個地方 你不要誇張 其實今天這麼突然要約你吃午餐 因為我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你 你準備好了嗎 你結婚了嗎 不是啦 沒有那麼快了 你準備好了 報紙沒有看到嗎 沒有啦 我其實真的認真的 有一份小禮物 跟小驚喜要送給你了 所以 這個是什麼 Driving License L 所以我去考車了 真的 其實你之前不是說你有那個英文的嗎 怎麼不然間你不如 等一下去考車 恭喜這個勇氣 其實講真的我有辦法去勇敢的面對 踏出第一步 其實因為真的是被你的故事給啟發到 說了 你真的不記得我 說過哪一句 你跟我講過你早在2014年的時候 就從舒遲 切裂之上面掉下來 掉下來之後 其實導致你現在這個狀況的樣子 其實講成那一段時間 你不是怎麼克服跟怎麼轉動 所以在那段時間 我每天都想 因為 我們這個 我們的普通人 忽然間變成了 身殘障 自己也沒有搶過自己 早一點都會變成這樣子 真的要死 其實是真的 沒有那麼容易地去 去只有這個 適當我的下班部風景 這個位置 就是現在我們穿著這個 這個 這個講的這個下班 或是 這個翻譯 這邊已經是完全失去的翻譯 所以你下班部這邊是完全沒有自覺的 現在可能回來了 回來了 回來了 所以這個狀況會更加持續的改善 更加的好 會的 你有提到 從冰床 能夠坐起來就是一個奇蹟 到之後有辦法站起來 然後坐輪椅 然後到現在可以走路 這整個過程當中 最陪伴著你的人是誰 是誰 是家人 當然是謝謝我爸 然後我爸爸雖然 很老叨了一點 但是我知道他是關心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跟你的狀況坦白講 我個人的感受是這樣子 我覺得其實我跟你很像是 我們都曾經發生過一些意外 受過傷 但是你的狀況是 你的賞是人家看到的 我的賞是人家看不到的 是在內心裡面 所以我覺得 我今天能夠走出來 我今天能夠勇敢的去面對這一塊 除了我家人以外 我還有你 嗯 我記得 對 其實很多時候我覺得生活就是這樣 有時候我們輕易的講了一些 看是很簡單的話 其實真的能夠感動到 或者是鼓勵到身邊的朋友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透過這支影片 讓所有在看著這個影片的 不管你是學生也好 你在工作也好 可能對於一個學生 我在幾年前讀書的時候 對於一個學生 我們最大的問題 跟最大的煩惱 就是我們課業上的問題 其實人生還有很多很多問題 等著你去挑戰跟面對的 所以我覺得 我希望我們可以透過我們兩個的故事 好好在你迷茫 不懂阿翔去面對人生的問題的時候 呃加油 我們一起加油 嗯 所以真的謝謝你 啊 謝謝你朋友 謝謝你